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4.8前瞻确定 全服送皮肤和角色 迷入新皮肤曝光 元神4.8前瞻卡石爆料 调香4VR改动 迷入起凉凉肌肤建模手报 5款脱维特效手报 元神4.8前瞻确定 全服送皮肤和角色 妮露新衣曝光身贺又延期 元神最高98抽 前瞻时间和卡石 4.8的开服时间是7月17号 前瞻时间已经确定 是7月5号 而卡石是 艾美丽、艾莱欧斯利妮露和纳维亚 卡石和深渊是联系起来的深渊 Buff都是燃烧加成 是给新角色调香师准备的 怪物分布上半队群 下半队单没有针对延系和兵系 这个卡石分析算是合理的 新深渊新增的拍照动作是 夜兰、宵宫、凯亚和卡维 新角色艾美丽哀五星草 吸藏柄武器 突破增加爆伤专武 十藏柄武器 33爆击档位 技能简单除暴翼 是释放一个可以升阶 自动高额攻击的话 又是升级这个花 进行高频攻击 效果类似于水神的翼 加甘雨的Q倍率是很高的 硬作都倾向于增加翼的输出 是一个高后台输出的草系角色定位 利依的减90% 激化伤害已经被取消了 皮肤 逆路童话 起凉凉骑士 游侠 新皮肤是逆路和起凉凉 逆路的皮肤 由大佬进行了AI上色和渲染 最后的效果看起来有些差强人意 但总归是AI作品时装 肯定会更好看的 除了逆路的皮肤之外 起凉凉也会有一款皮肤 这个是会跟随活动赠送的 4月8日活动还会送一个起凉凉 皮肤加角色还挺良心的 新地图和新玩法 除了海岛的新地图活动之外 还有一个拍照类 两个战斗类的小活动 新海岛非常大 所以小活动并没有那么复杂 新海岛里面有四段剧情参与的人 还是非常多的 射击剧透就不说了 新玩法就是角色跟随特效了 第一批时装的特效是 迪如克七七年光琴 起凉凉 这是个常驻玩法 后面会陆续增加更多角色 原始统计灵克玩家 可以获取63抽 小月卡可获取89 抽大月卡获取98抽 上半的内容算是包含了新地图的探索 所以上半占的有大多数 大概约有三分之二 新改动4.8版本也秉承 神4月8日前瞻奉面 尼露起凉凉皮肤建模手报 我款脱尾特效没报了 各位大佬好呀 一起来看看 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吧 首先就是卡池方面 4.8卡池基本实锤了 调香师 尼露娜 维亚 加莱 欧斯利 调香师会跟尼露一起 在上半陪跑 并开离月混池 离月混池名单分别是 甘雨七七克勤公子叶兰加胡桃 只是可惜了 申鹤依旧未复刻 推测会在5.0版本和钟离一起复刻 斗关4.8新章移动效果 也就是类似王者里的脱尾效果 一期五个 一期一个月 要一年才出60个 不过 七七这个小鬼魂 真是让人太喜欢了 没想到还做了区别挺用心的 哈哈哈哈 卢老爷 你衣服着火了 话说场猫猫 是制作主真爱吧 怎么什么都有它 喜良良赚大了 又有皮肤 又有脱尾 可以说好看 但也没有特别花哨 很喜欢 红续的莱欧 应该是狼尾巴特效 从鱼和鹤的脱尾 会是福禄吧 有关妮露和喜良良皮肤的灰膜展示 两款皮肤 一个高跟 一个裸足 两种XT仪式满足 目前为止 感觉还不错呢 挺美的 特别是妮露的脚 被花环装饰之后 备受争议的牛角 终于是没了 不过两人模式 都戴上了面纱 感觉喜良良的会很好看 妮露的头饰 应该不错 但裙子这种 还是要看配色 内鬼透露 都是以蓝白色为主 期待一波 近期的渲染效果吧 有关4.8版本减速 消息来自我们的老朋友 甘心英特尔 之前每个版本 都会发减速的 所以 非常具有真实性 该内鬼透露 爱丽丝和杜琳 都是自己角色 杜琳正太体型 说实话 爱丽丝能想到 杜琳 我是真没想到 虽然杜琳和厄里纳斯 都是黄金的造物 而且 他们并不能被真正的杀死 杜琳复活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但是字机确实没想到 新海岛地图依赖 感觉还挺大的 应该和以前一样 是现实地图 腻露起凉凉 皮肤依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